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囉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喔 龍師傅也要分享一個健康好料理 師傅今天要燒這個海鮮 對 做那個塔香炒三鮮 那今天準備的就是有三鮮 就是蝦子還有這個蛤蜊跟淡菜 首先先用點油 先來把這個蒜末 師傅這個是冷凍淡菜 還是本地的淡菜 這是那個冷凍的 對啊 我看他處理的好乾淨 對 因為其實像 我有一次看到朋友在處理那種新鮮的淡菜 我看完都累了 因為那個新鮮的淡菜 他外面就是這個殼上面會很多的一些 這個海藻或污泥等等 你要把它打開 然後整個慢慢清乾淨 每一個清乾淨完 就是清完一完都可能耗一兩個鐘頭 對 所以這個現在大賣場就可以買得到 非常方便 那我先把蒜末先插回炒香之後 把這個蝦仁 這蝦子就是有用那個一點鹽巴跟白酒去醃漬 然後裹一點點 對 一點中筋麵粉或低筋麵粉都可以 對 那這樣子也是維持我們海鮮的鮮甜 然後也讓他待會可以掛上我們調味的風味 對對 這樣煎起來他比較有一個香氣在上面 好 龍師傅剛剛那個你兄弟一直說你這個撿了20公斤 那你撿了20公斤有比較身心愉快嗎 有耶 因為之前體重很重的時候 因為其實我那時候是乾就是發炎嘛 然後就體重就是整個都整個腫一圈 對 那時候心情也是不是很好 就每天說為什麼會會這樣 因為但是那時候是不知道發炎 然後就腫起來了 然後就吃什麼都會腫 然後盡量盡量也是有從飲食上去控制嘛 他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去看醫生之後 也是很感謝醫生 這裡面的醫生真的是非常棒 就幫我發現這個問題這樣子 然後就後來因為 所以你的本質是肝的問題 對 就是肝 脂肪肝 脂肪肝非常的嚴重 重度脂肪肝 喔 真的喔 對 所以就 然後你有嚇到 有啊 那時候就是有有驚覺到啦 然後後來就開始從一些飲食上的控制啊 還有一些就是日常生活的一個習慣改變這樣子 對 就漸漸的 大概要三個月到半年的時間 對 這樣整個才好轉回來 好 然後師傅剛剛拌炒了洋蔥跟番茄丁 對 洋蔥跟番茄就先放下來 然後在這邊我就用的這個就是 蛤蜊 蛤蜊還有淡菜 因為剛剛那個新妹醫生有跟大家介紹 就是說這個帶殼類的這些海鮮 尤其是淡菜 蛤蜊 這些東西其實是非常好的一些食材這樣子 放下來之後呢 這邊很簡單 我這邊用白酒 因為剛剛那個蝦子是用白酒去醃 所以帶點白酒進來 下去煮一下 我們樓師傅剛剛的海鮮喔 好 來 我先打開一下 這個加一點點九層塔讓它提香 對 然後就稍微用鹽巴 海鮮也不要太複雜的調味 然後再加最後就是把這個辣椒 佐亮的辣椒 對 然後整個給它稍微拌一下 那我們就可以來上菜喔 他加了辣椒 加了九層塔這些東西 辛香料 很多人會說甜食它可以抒壓 但是會有一些副作用 辛香料我們說酸甜苦辣 其實每一種味覺的刺激 對我們身體都會產生 情緒上的一個對應的一個釋放的作用 所以其實你看它裡頭加了很多的辛香料 假設今天你剛好在這個季節 你就是覺得我就是好想吃東西來抒壓 可是你又有一個背景是糖尿病 或肥胖的問題的時候 我不妨建議你用龍師傅的方法 用各式各樣大量的辛香料 就是讓我們的味蕾刺激 它同時也可以有一點我們說 讓自己放鬆抒壓的作用